第29集 甘露寺下 主公有令 明臣佛小前往甘露寺埋伏 等我号令 随时准备擒拿刘碑 可赵子龙不好对付 不把他先干掉 就会有大麻烦 出手一定要狠 毫不留行 明白 子龙 你觉得 他们让我到甘露寺去会见吴国台 是什么用意 说不好 但我总觉得凶多吉少 我去还是不去 去 我带五百军士随同接望 保护主公 好 就这样吧 主公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国台不离开 不准动手 是 主公 这小子倒不像个职操邪的 还真有点皇家气派 主公 那就更应该把他杀了 主公 放心吧 柳皇叔 这是我们主公 得见吴侯 无上荣幸 吴侯比我想象中还要年轻 英俊 皇叔过奖了 国台正在等候皇叔 在下刘备拜见国台 是我的女婿呀 郭太 玄德有龙凤之姿 恭喜郭太得了个好女婿 郭老所言不差 千儿 为你妹夫的接风宴 准备好了吗 孩儿早就准备好了 先训我们走 好 皇叔 谢谢 是的 是的 真的 来来来来 阿 阿 郭太得仇儿 厮守魏 跑路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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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台要杀刘备 就请动手吧 玄德何处此言 外面埋伏了刀斧手 不为杀我又为什么 玄德是我的好女婿 你们为什么要埋伏刀扶手对付他 孩儿不知这得问问子恒 这事我也不知道 恐怕得问问贾华 我 贾华在哪 在这 贾华 叔 你为什么要嫁害我的女婿 说 我真的 我 把他拖出去斩了 杀命啊 杀命啊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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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饶命啊 岳母大人 大喜之日杀人很不吉利啊 哎 那今天就看在我女婿的面子上 饶了你 快带人给我滚 多谢多谢 多谢我的 多谢我的 简训 别住在驿馆了 搬到我的书院住吧 我挑个吉日给你完婚 刘备多谢岳母大人 呵呵呵 过了些日子 刘备和孙权的妹妹成亲了 周瑜的计划完全落空 我进的是新婚洞房 还是军中的营房 当然是新婚的洞房 洞房间怎么还配刀持枪 我们郡主从小就喜欢刀枪 呵呵呵 我不想在新婚洞房里 看见刀枪 哦 夫君不喜欢的话 那就撤了 啊 夫人 玄德半生杀枕 这场还害怕刀枪吗 哦 不是害怕 是不喜欢 我半生沙场 血战的场面见得太多了 那你喜欢什么 喜欢天下太平 与你安静地度过一生 不过 这恐怕只是个梦想 为什么 因为我还有光复汉氏的使命 主公能把刘备骗来 就是一个胜利 眼下可以把他软困在屋中 用美色玩乐地消磨他的意志 让他远离诸葛亮和关张 我们再乘机进军荆州 这样便大事可成 宫金所言极是 刘备出身贫寒 半生疲于奔命 抵挡不了富贵的诱惑 好 明天把我的厨子和西凉的五鸡 让给他 这小狐女的妈是孙权的父亲从西凉带回来的五鸡 没想到他跳得比他妈还好 老爷 赵将军要见你 你不来了 你告诉他 我现在正忙着 是 快过年 可主公还不想见我 现在该怎么办 看来 我得打开第二个金囊了 我得打开第二个金囊了 我从小就得干活 除了生孩子 我什么都会 明天下大雪 咱们去钢寺赏雪吧 好啊 我给你堆一个大雪人 太好了 主公 有什么紧急情况 军事来报 操作兵发五十万攻打荆州 一报赤壁之仇 什么 行事危急 请马上回荆州吧 这事 必须和夫人商量 如果夫人知道了 她就不让你回去了 夫君 你怎么了 我半生漂泊 不能侍奉双亲 刚才想起去世的双亲 心中感到悲伤 别瞒我了 刚才子龙说 荆州危急 让你马上回去 夫人既然知道了 那我就直说吧 夫人 如果我不回荆州 荆州一旦被夺 我就会被天下耻笑啊 夫人 我是你妻子 我应该跟随你去 可是你母亲和兄长 绝不会放我离去 我们就说 到江边祭祖 离开南徐 直奔荆州 啊 夫人的恩德 我将终生难忘 这事 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知道了 夫君情情 夫人 那 主公 早晨刘备和郡主生言去江边祭祖 可我怀疑 他是想逃回荆州 你怎么不早报啊 昨天您喝多了 我们要报告 也得等您醒了才醒了 快询医史听 陈武 潘张 我将在 你们带上五百精兵 火速追赶刘备 是 主公 郡主她自有尚武 性格刚强 将军们都怕她 现在 她既然跟刘备走了 必然和她是一条心 陈潘二将见了郡主 岂敢阻拦啊 将亲周太听令 我命你们二人 去取刘备和我妹妹的人头 是 主公 追兵来了 主公 您带夫人先行 子龙来电号 小心哪 刘备 快下马投降 我们奉都督之命 在此等候多时了 子龙 前有拦截后有追兵 如何是好 主公莫慌 军师交给我的锦囊 我只拆了两个 现在 还有一个没拆开呢 好 夫人 你哥哥派人来杀我 请夫人救我 夫君别怕 我哥哥这样无情 我还有什么顾念 夫君放心 我来解决 把车赶到他们面前 你们想谋反不成 夫人 夫人 夫人请听我说 我二人是奉周都督之病 在此等候刘备 我们岂敢谋反哪 周瑜逆贼 他阻拦我们夫妻回家 是不是想劫我钱财 夫人息怒 我们必须得执行 都督的命令啊 你们要明白 我连周瑜都能杀 你们这些人 又算得了什么 我倒是下人 岂敢跟郡主作对啊 那该如何是好 放下人 发现这些东西 ries 我跟郡主乃 唯定 走 可 那好 我们在长江边会合 驾 陈武 汉渣 干什么来了 奉主公命令 带你们二人回去 我和丈夫回荆州 是奉母亲的旨意 不是私奔 即便我哥哥来了 也该对我们以礼相待 自古殊不见亲的道理 难道你们都不懂吗 就算过了一万年 主公和郡主也是兄妹 况且又有国太的旨意 是啊是啊 吴侯是绝不敢违背 国太的旨意的 是啊 弄不好我们很可能成为 替罪羊啊 刘备已经逃走了 把郡主带回去也没有意义 那就送个人情吧 都给我撤退 咱们走吧 我有主公的佩剑 前来取刘备夫妇的人头 为令者斩 他们已经走远了 我朝近路 去急报周都督 用快船从水路追 谁先追到就先杀了他们 是 夫人 我们总算到江边了 驾 我们终于快到自己的领地了 我想军事必有调度 主公不必担心 主公 后面有烟臣 好像是追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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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回去之后请转告周都督 别再耍美人计这种小手段了 怪我沉迷于荣华富贵 差一点回不了荆州 谅还得请主公宽恕 假借荆州紧急骗主公回来 军师 东吴的水军追过来了 快靠北岸 弃船登陆 放红尔 豆糕 冷 炭 你给我撤 驾 驾 给我撤 狗狼妖祭安天下 陪陋夫人又何必 狗狼妖祭安天下 陪陋夫人又何必 狗狼妖祭安天下 陪陋夫人又何必 狗狼 狗狼